日本年輕人不願生育,為什麼?一切東西都太貴了。 當今人口老化,錢還是找在老頭子身上,他們努力過,錢賺過,儲蓄也多,老本洪厚,雖說當今低迷,但好東西老頭子照買。 看他們電視上的廣告就知道,賣汽車的從來不用年輕男女做廣告,他們買不起。 漂亮無特兒賣的,最多是化妝品罷了。 還有很多啤酒的,倒是老少都喝,日本到了夏天很喜歡來一杯冰凍啤酒,說是口喝了,到了冬天,也來一杯,說是天氣太乾燥了。 不知不覺之中,我也變了老一輩的一份子,喜歡品質高的商品,貴一點也不在乎,只要是美都買,只要是有永恆的價值,都是我們買得下手的。 從前經過銀座的高級禮品店,進去礦了一礦。 咦? 這都是阿公阿媽買的,有誰要這些東西? 當今走了進去,才知道好的都收集在哪裏? 那黑漆漆的花瓶,為什麼會賣到那麼貴?原來是被錢燒,日本最高級的陶瓷之一,黑色的產品之中,可以看出五顏六色的層次。 被錢地區的泥土含有各種礦物質,才能燒得出來,是別的地方沒有的,一旦愛上被錢燒,把援起來,有無窮盡的樂趣? 老頭子會欣賞的也不一定是貴的,像春類的產品,那是山茶花,我們老祖知道山茶花油對頭髮的營養是一流的。 古時後的婦女拿渣過山茶花紙油的渣紙造成餅狀,要洗頭時擺一塊浸水,是一流的護髮品。 日本課中有山茶花的洗髮水、護髮糕等都曾經流行過。 山茶花成產之地是一個叫大島的地方,只要說大島春,大家都知道。 各種產品從前都能買到,當今少了,也罕見,好在香港的崇光食品報還在賣,不必老是去日本找了。 山茶花被大化妝品公司之生堂重新發現,大肆宣傳,賣給年輕人洗髮,可惜山茶花油下得極小,效力不強,不如老牌子的好。 有些東西一轉新包裝後效用就大不如前,像狠好用的喇叭排正路軟,新裝的加料一層塘衣,聞起來沒舊的那麼臭,但還是原貨的有用? 輕至肚子痛伏六小粒積子,牙痛起來,塞一粒在柱牙縫中,神奇地馬上不痛了,我旅行時必備於行李箱中。 慣用的還有它們的牙膏,有一種叫粒鹽的,由花黃牌生產,其實就是牙膏中加了粒鹽,但的確能防牙周病,也可以指牙齒出血,的確是寶貝。 我用了幾十年,可惜當今在東京和大阪的大藥房已經停止出售,要到鄉下的Jesco大型超市才偶而找得到,我不止變成老頭,而且是一個山巴佬老頭。 紫梅衰落,大家又可省則省,從前定的雜誌當不用花錢去買了,一家又一家地關門了。 紫梅衰落,是一本叫紫梅衰落的,專賣給有品味的老頭漢,每一期都介紹日本最好產品,也介紹各地美食和溫泉,當然更注重各地的古董,繪畫、工藝品和美術館。 紫梅衰落,每一期都有一本附冊,由各商家出錢來推銷它們的個性化產品,小賊中環有老人家的工作服,高級睡衣寢具的廣告,但一直是男性用品,最近才推出女士們用的,效果奇界,小賊中刊的女人廣告也越來越多了。 這本雜誌相當大方,上陣送鋼筆、旅行包等,老人家收料都很喜歡,訂閱人數更多。 並非外國人能夠欣賞、介紹的有些是日本人才能了解的,像樂與日本笑話、能劇和歌舞劇等,只與日本人有緣。 多數會介紹一些日本名畫家、標數家、陶瓷家等,患有各地收藏、像刀劍書畫,非常之仔細,一一分析,說明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原作,以及附近有什麼美食和旅館,讓著迷的人旅行到當地時可以享受一番。 因為讀者多是有錢的,這本雜誌也介紹很多外國的美術館、音樂廳和名畫展,教人怎麼去,豬那裡,和如何入門,怎麼欣賞。 老人家的飲食得注意健康,雜誌中有許多長壽名人的早餐是吃什麼,怎麼做,去哪裡買,最早介紹尼密堅華也是這家雜誌。 有許多好東西都是只推薦給當地人的,像豪華的火車旅行,日本人最喜歡火車,對他有種獨特的情懷。 三月百貨公司也有豪華巴士的旅行,也只服務老顧客。 老人也從年輕人變成的,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接觸過的玩具和漫畫也是專題介紹的重點。 當今我到了銀座也喜歡由各大百貨公司的七樓或八樓, 這裏面賣的杯杯碗碗也是我最喜歡用的。 高貴貨之中有一種用金屬造的大杯,裝了熱水不會燙手,放了冰快進去久久不用化,真是神奇。 老人家有老人家喜歡的,年輕人有年輕人愛好的,代購是免不了。 當老人看到他們買舊的又穿動的牛仔褲,說什麼也不明白,一直搖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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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